马上被大家带来的是今天下午的第四场比赛 玉龙常规赛斯班赛事40-60分1700米比赛的亮相环节 现在有两个通知 一匹马是退赛 14号码永不去不退赛 由后辈的掌声响起来代替 现在14号码是掌声响起本场比赛时位于1号闸 另一则通知是骑士更改信息 10号码兼兵的骑士 田松赛前训练受伤 由骑士王美来代替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大屏幕中就是本场比赛的马比的信息 这场比赛是曼扎14题马出赛 总奖金是5万元人民币 第一名可以拿到50%的奖金 第二名是20% 第三名是15% 第四名 第五名是50% 这场比赛是一场1700米的比赛 大家也可以从这个现场的扎枪位置可以看到 这也是我们所有的比赛中距离我们的终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场比赛 而我们的一个T2 所以说也是跟其他的比赛的方向是相反的 正常是我们是放在这个逆时针的后面前 顺时针的前面 好 上门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马师起的有点问题 十一号码不复精彩 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 可以看到是从外向内赶了三号码 华星江湖 现在所有的马匹第一次通过比赛终点 好 我们可以看到排在比赛最前面是华星江湖 内栏有匹马是赶了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 黑色彩毛的5号码 晨红 现在是两个码位了 排在比赛第二位是绿色彩毛的6号码亚尔斯 紧接着所有的马匹都是差距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可以看到是第三位是8号码 一同神龙排在了比赛的第三位 现在是一同神龙是排在比赛第二位 外来有另外一匹马上拿到了第二位 这是粉色彩毛的10号码 尖兵 尖兵排在了比赛第二位 现在其他马匹的速度越来越快 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的 还是黑色彩毛的燕汁红燕 而排在第二位的是粉色彩毛的10号码尖丁 现在排在比赛第三位是建兵 现在排在比赛第一位的 现在可以看到13号码 一剑中情 脱外来赶来上来 一剑中现在是一跃达到本场比赛第一位 这是一场1700万名的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一剑中情 是为右爱兰盘在比赛第一位 现在第二位是刚刚领 现在是5号码 燕尊红燕排在比赛第三位的 可以看到是为右爱兰的 紫色彩毛的8号码 一同神龙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排在第四位的是 白色彩毛的4号码 奥威时代 接下来我们要过最后的一个弯了 现在可以看到排在比赛第五位的是 一号码麦巴赫 接下来可以看到是 灰白相间采号的是 利音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排在比赛 最前面的还是有这样的几个码 是交地领先 外来可以看到是4号码 奥威时代速度也是加了起来 最后的450米 奥威时代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中间可以看到是5号码 燕尊红燕是再次获得领先 最后的400米之前冲刺 现在是燕尊红燕排在了比赛最前面 最后的300米 还是燕尊红燕排在比赛最前面 现在有些优势大哥在半个马来左右 内蓝有匹马可以看到 紫色他们一同神龙速度也赶了上来 现在是三匹马 一同神龙的速度非常快 百利腾灵的孩子现在是越加越快 位于内蓝 一同神龙速度非常快 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 然后可以看到是 奥威时代没机会了 现在是一同神龙率先过中点 第二个现在是4号码 奥威时代第三个过中点 那是5号码燕尊红燕 下面大家公布一下第四场比赛的成绩 第一名 骑师王瞳猎马是刘二端 马主是秦磊 第二名 4号码奥威时代 骑师秦张辉 猎马是罗仙科 马主江永德 第三名是5号码燕春红燕 骑师黎荣昌 猎马是周涵 马主是赵春 恭喜获得前三名的骑师 猎马是马匹和马主